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这个素材复制一层出来 然后右键选择它的时间 选择我们的在最后一帧冻结 这个时候我们可以把前面不需要的直接删减掉 下面我们就需要给后面这个镜帧 给它做一个简单的动画 给它缩放一下 那么选择我们这个素材 我们按键盘上的S键 打开它的缩放属性 给它的缩放打一个规矩帧 然后往后移动两秒钟的位置 把它的缩放了大一点 越大越好 大概是缩放成这样的大小之后 我们再回到缩放的第一个关键帧 然后再展开一下它的位置关键帧 我们给它的位置也是同样打一个关键帧 然后也是移动两秒的位置 大概是在这个位置 然后我们给它的位置也移动一下 让我们中间这个瞳孔 在我们屏幕的最中央就可以 大概是一个这样的效果 这个时候我们可以看到 它如果在我们屏幕的最中央的话 我们这个缩放它可能还会要缩放的再大一点 我们按键盘上的U键 展开一下它的关键帧属性 然后把它的缩放的数值再拉大一点 然后调整一下它的位置属性 再拉的大一点 直到我们这一个画面彻底没有就可以 我拖动小伙伴们看一下 它就是一个这样的效果 好 它这样缩放完成之后 我们先不要着急做下一步 我们先简单预览一下 看一下我们这个缩放的速度 和我们位移的速度 有没有卡顿的现象 我们简单播放一下 好 我们明显感觉到就是后面的这段速度 它有一点点快 那么还是选择我们最上面这个竞帧素材 然后单独显示一下它的缩放属性 然后展开一下这个地方图表编辑器 我们点击一下 然后选择它的缩放关键帧 我们直接框选就可以 框选这个点 然后打开它的控制器 我们可以加一点点弧度让它过度的更自然一些 然后我们播放看一下效果 现在我们可以看到它的效果比刚才就稍微的好那么一点点了 它的效果我感觉还是蛮不错的 小伙伴们大概调整成这个样子就可以 好 下面我们把这个图表编辑器收起来 然后我们需要把中间的这个眼睛给它抠向出来 选择我们的钢皮工具 我们给它耐心的抠向出来 好我们这样给它画完成之后呢 我们再简单的调节一下 然后展开一下它的蒙板 这个地方呢我们勾选它的反转 我们需要把这个瞳孔的眼睛呢先抠掉 然后给它的语化像素呢 给它一个实像素就可以 这个时候呢我们这个眼睛呢 它中间的这个部分呢已经没有了 我们需要再复制一层 然后展开一下它的蒙板 把这个反转的选项呢再点掉 这样的话我们这一层呢 它就只有我们这个眼睛了 然后呢我们再把中间的这个部位呢 再给它抠掉 还是画一个遮罩 这个遮罩呢我们尽量的画的圆一点 好这个时候我们可以看到 虽然它画上遮罩了 但是它并没有把中间这一块呢给去掉 那么呢我们需要把这个属性里面的蒙板2 把它的相加呢改成相减 这样的话我们中间的那一块呢 它也就没有了 还是像刚才一样呢 把它的语化值呢也给它一个实像素 然后把蒙板1的它的扩展呢 我们给它一个实像素 这样完成之后呢我们再复制一层 这样的话我们单独显示 我们复制出来这一层 还是展开一下它的蒙板属性 然后把它的蒙板1删掉 这个时候呢我们需要把蒙板2的相减 换成我们的相加 这个时候我们可以看到它只有这一点点了 然后呢还是像刚才一样呢 把它的蒙板扩展呢也改成10个像素 那么这一步我们就已经完成了 这个时候呢我们把它选成适合 我们可以看到它的位置属性呢是没有变化的 我们第一层的素材呢是只有中间这一点 然后第二层的素材呢 它只有我们这个眼睛 第三层的素材呢 它只有我们上面的这一部分了 好我们这样完成之后呢 我们需要给它的瞳孔就是我们第一层素材 和我们眼睛这一层素材呢 给它的不透明度呢打一个关键帧 首先呢选择我们的这个瞳孔 单独显示一下 然后按键盘的T键展开一下它的不透明度 这个时候我们给它的不透明度打一个关键帧 然后呢往后移动大概半秒钟的位置 然后呢把它的不透明度改成0 下面呢单独显示一下我们这个眼睛 然后按T键打开它的不透明度属性 还是给它打一个关键帧 然后往后移动大概一秒钟的位置 把它的不透明度属性呢再变成0就可以了 这个时候呢我们把它的单独显示关掉 然后我们整体看一下效果呢 它呢就是一个这样的效果 下面呢为了方便它的观看呢 我们需要再找一张它城市的素材 我把电影中的城市呢做成了一张图片 然后我们直接拖到我们最下面这个图层就可以 这个时候呢我们再拖动看一下 我们可以看到它呢就会有一个这样的变化了 但是呢它并没有那种隧道的感觉 下面呢我们就需要做一下它的隧道 那么这个隧道呢我们就需要用到一张图片了 我们在网上呢找一张这样的图片就可以 随便找无论是石头啊还是地面的都可以 然后呢我们直接把这张图片呢拖到我们合称里面 给它重新灭一个名字 隧道 再然后呢我们把前面不需要的地方呢直接修剪掉 然后在效果里面找到我们的透视 找到我们的这个属性小伙伴们看一下是这个属性 我们点击一下这个时候我们的图片呢就会变成一个圆柱形了 然后呢我们需要展开一下它的旋转属性 给它的X轴呢旋转一个负的90度 这个时候小伙伴们可以看到它就像一个隧道了 我们需要再展开一下它的位置属性 给它的Z轴呢移动一下 我们拖动一下它的位置 包括它的位置的X轴呢我们也移动一下 这个时候呢我们旋转的X轴给它一个90度的话 它的角度呢并不是特别合适 我们也是需要耐心的给它调节一下 包括它的Z轴 包括它的旋转的Z轴呢我们也是这样给它简单的调节一下 好我们大概的把这个圆筒形呢调成这个样子 因为每个视频的素材呢不一样 所以说它的参数呢也并不是一样的 小伙伴们呢只需要耐心的调节一下 它的位置呢和它的旋转这里面的这些数值呢就可以 然后呢我们给它的X轴和它的Z轴 包括它的旋转的X轴和Z轴呢都打一个关键针 这个时候呢我们往后拖动几秒 我们可以看到在这个地方 它的眼睛呢就已经变成透明的了 所以说在这个位置呢我们首先呢 就是先给它调节一个大概的位置 把它的Z轴的数值呢调的大一点 包括X轴呢也给它移动一下 旋转的度数呢我们给它简单的旋转一下 我们Z轴呢就不需要给它旋转了 然后呢我们再移动一下它的X轴 好我们大概呢调成这个样子 小伙伴们看到它呢会有一个这样的缩放 后面呢它是在这个地方缩放没完成的 然后呢我们只需要在它缩放完成的时候呢 把我们这个位置的Z转拖到大一点 小伙伴们可以看到它呢就会有一个 类似于这种穿越过去的效果了 我们直接把它拖出我们屏幕外面就可以 这个时候呢我们看一下它的效果 好这个效果呢小伙伴们可以看到 它呢是这个样子 我们这个隧道呢它的缩放的速度呢 我感觉还是可以的 但是呢它的位置呢有点不对 这个时候呢我们就要把这个隧道的图层呢 往下移动三个图层 我们把它拖到这个位置 然后呢我们再播放看一下它的效果 好这个效果呢我感觉还不错 下面呢我们给它耐心的调节一下 包括我们这个地方 我们可以看到在这个地方之后呢 我们这个地方呢它有一块遮挡住了 那么选择我们最开始的这个素材 就是我们眼睛的这个素材 我们看一下是这个图层 然后呢我们按键盘的T键 打开一下它的不透明度 这一阵的时候 把它的不透明度呢给它打一个关键值 然后往后移动大概半秒钟的位置 把它的不透明度变成零就可以了 这个时候呢我们再看一下效果 我感觉这样把它的不透明度变成零呢 它的效果呢好像不太好看 我们展开一下它的缩放的位置 后面呢我们需要给它的缩放值呢也再大一点 这样的话我们再看一下效果 好这个效果呢我感觉就还不错 那么下面呢我们这样缩放过来的时候呢 它这个隧道在这个地方呢 我们想让它有一点点的这种旋转 它这样没有旋转的效果呢 我感觉并不是特别好看 选择我们这个隧道的素材 我们给它的Y轴 旋转的Y轴 小伙伴们看到是这个属性 我们也给它打一个关键针 回到我们第一阵的位置 给它的Y轴呢打一个关键针 然后在这个时候 在它完全缩放出去的时候呢 改成负的90度 这样的话它的效果呢可能会更好一点 我们看一下好我们可以看到它变成这个负的90度之后呢 它这个旋转的角度呢我就比较喜欢了 我们最难的部分呢已经完成了 下面呢就比较简单了 我们在这个隧道在旋转的过程中呢 我们需要给它加一点点模糊 这个时候呢我们需要选择我们这个隧道的图层 在我们的效果里面找到我们的模糊和锐化 找到我们的镜像模糊 我们把它的类型呢选成缩放 然后呢在一开始的时候 大概是在这一针的时候 把它的数量呢给它打一个关键针 然后把它的数值呢改成为一个5 然后我们再往后拖动 好大概是在这一针的时候 我们可以看到我们这个隧道呢 它基本上已经全部出来了 我们需要把它的数量呢改的大一点 改成一个20 这样的话我们这个边缘呢 它就不那么锋利了 把它的数量呢我们给它再稍微低一点 好我最后把这个镜像的数量呢改成10了 下一步呢我们再给它做一个光晕的效果 我们直接右键新建一个纯色图层 然后在我们的效果里面找到我们的光晕插件 之所以选择这个光晕的插件呢 是因为这个光晕的插件呢 它可控制性呢是非常高的 像我观众可以看到它的效果呢是非常好看的 然后呢我们点击一下它的设置 这个地方呢我们需要把它的这个亮点呢给它消除掉 是这个我们直接点击插号就可以 包括这个地方 包括它这个发光呢我们也给它 点掉就可以 我不太想要这个东西 然后加一个这个东西 再加一个光斑 它大概呢就是一个这样的效果 然后呢我们点击OK 好这样完成之后呢我们看一下它的非常长 我们移动一下它的位置 有这个光斑的样子就可以了 然后我们把它的模式呢选成我们的屏幕 这个时候呢我们再仔细的调整一下它的位置就可以了 它的光斑呢这样的效果呢是非常好看的 那么小伙伴们想让它特别光亮的话 那么我们还可以添加一个我们看一下这个效果哈 好再添加一个这样的发光效果之后呢我们需要改变一下它的颜色 我们看一下我们把它的颜色呢改成后面这个天空的颜色 直接选择它的颜色然后用吸管工具呢吸一下天空 然后呢让它变得稍微红一点 好大概呢就是一个这样的样子 然后再回到这一阵的时候 要让这个眼睛呢挡住我们的光阴 我们需要把我们这个眼睛 眼睛呢拖到它的上面 这个时候我们可以看到我们这个眼睛呢已经挡住我们这个光阴了 但是呢它的效果呢是非常难看的 所以说我们需要调整一下这光阴的位置 让它呢让它呢不要出现这样的穿帮就可以 好我们就大概呢调成这个样子 然后呢我们展开一下它的不透明度的属性 给它的不透明度打一个关键帧 把它的数值呢调成零 然后往后移动大概半秒钟的位置 再把它的不透明度呢调成100% 然后再回到最开始的时候 在它的光阴的属性里面 在这个地方给它的位置属性呢打一个关键帧 然后呢往后移动到这一帧的位置 再移动一下光阴的位置 让我们这个光阴呢它产生了一个变化 然后再往后移动几帧 再拖动一下它的位置 好这样移动完成之后呢 我们大概是在这一帧的时候 我们简单的移动一下它的位置 然后呢给它的不透明度再打一个关键帧 然后再往后移动大概半秒钟的位置 把它的不透明度呢变成零就可以了 这个时候我们这个效果呢 基本上就已经完成了 但是呢我感觉这个隧道呢 它还是有一点点的亮 那么选择我们这个隧道的这一层 我们在它的这个圆柱的属性这里面呢 我们可以看到它有一个灯光的设置 我们把这个灯光的数值呢给它调的低一点 这个时候我们可以看到它明显的就变暗了许多 我感觉它的效果呢会更加好看一点 好现在呢效果半部可以看到 我们这个效果呢基本上就已经完成了 它的效果呢也是蛮不错的 唯一的缺点呢我感觉就是这个光线呢 它可能并不是特别亮 小伙伴们呢可以把这个光晕的亮度呢 也可以调了大一点 或者是再给它增加一些其他的光晕效果呢都可以 好现在呢我们可以看到它的效果呢 基本上就已经完成了 它的样子呢也还是蛮不错的 小伙伴们呢可以把这个效果呢应用到自己的任何的视频当中 如果小伙伴们喜欢这些教程的话 也请小伙伴们多多转发关注一下我的频道 如果有下期教程的话我们下期再见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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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见